澎湖县政府在国际广场搭建13公尺高叶弹树 与灯光艺术节的雨光共舞相互回应 一起欢庆叶弹节 率先研究书店市集 多打50个特色摊位打造澎湖最大圣诞市集 为活动增添不少光彩 让乡亲周休假日有地方可以逛市集买东西 这次活动由盐局书店 与澎湖县政府联名规划 研究书店自首款招募摊位并规划市集 50个特色摊位打造澎湖最大圣诞市集 旅游处表示 澎湖国际灯光艺术节活动展期长达5个月 至明年2月离止 国际广场园区会配合节庆活动进行幻展 增加展出及主体活动等 如万圣节的变装活动 增设珊瑚之星 巨岛花开 互动装置 正式飞翔快乐欧 以吸引更多人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民主 Mohammed 野生 也许 下午三开始还有在国际广场有音乐演出 特别邀请梦想飞行 橘之音管弦乐团 游手好闲等在地优秀表演团体演出 晚间还有地方街头艺人演出萨克斯风 吉他 歌曲演唱等表演 当晚还特别邀请台湾知名街头艺人团体 演出泡泡秀和魔术气球 配合夜旦节 县府前广场的叶弹树装置在国际广场园区 在地井长廊下暖白的叶弹光廊 让整个广场更加美丽 吸引不少民众前往佩照塔卡 记者王海龙报道